好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開始來進行我們第四單元 再教怎麼樣創意提出囉 大家可不可以先回想一下 你們小學的時候有沒有做過狼座 有沒有上過美勞課 應該大家都有吧 那上美勞課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曾經做過紙杯墊呢 就是一些紙勞座 不一定是紙杯墊 OK 那我們接下來用紙杯墊來當作是一個範例 像我小學的時候就做過紙杯墊 那每一個老師教勞作課的時候教好的不一樣 那我曾經聽到的就是 一開始就是會先想像 要我們小朋友先想像 欸 杯墊的顏色啦 還有它的樣式啦 在腦中先粗略的構思一下你要長的樣子是什麼 那再來第二呢 就用簡單的插畫或者是塗鴉的方式 來當作底圖 作為發想用的草稿 好 第三呢 就拿出事先準備好的一些工具 例如有剪刀啦 膠水 紙板 或者是一些可以拿來裝飾拼貼的一些布料 或者是文具材料等等 看你有什麼樣子的材料 都可以拿來做裝飾 好 而第四 就開始剪下我們之前 出化的草稿圖 塗鴉或草稿圖的圖樣 把它剪下來之後呢 把圖放在這個圖案 這個杯墊上面 就是把它放在你要做的這個紙杯墊上面 好 開始設計杯墊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 把我們想要的一些裝飾啊 像花紋 或者是一些布料的裝飾 或者是你們 可能比較想要用小水鑽 這些簡單的這種 小的材料 就開始拼拼貼貼 或者是用彩色筆 在這個紙杯墊上面去做 有簡單的色彩的塗鴉 彩繪 通常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學生小朋友都會 非常的用心喔 就想要呈現出一個 永遠都不會跟人家一樣的一個杯墊 就是與眾不同的杯墊 那好 到這個階段 第七最後final的時候 作品就完成了 而完成的作品其實就是一個 紙杯墊的做法 同學們看一下這樣簡報上面這樣的圖喔 有沒有覺得這樣勞作作業你們似曾相識 OK 姑且不論你們有沒有做過紙杯墊 但是這樣的做法 從想到草圖 草繪塗鴉 拿出簡單的 簡易的工具 要來剪掉 剪開 或者把這些 淋淋碎碎的拼貼的東西 開始要做一些裝飾 其實有沒有感覺就跟 你們之前做勞作是一樣 但是沒有任何束縛你們的 就是很free的 很放鬆的方式去做 那同學 這個就是小學生在做美奧課的時候的做法 同學們你們看這樣的圖應該很清楚 我要表達的是什麼嗎